欢迎收看Focus国际话题 我是彭慧云 最近开始我们还是带你来看到 辉大执行长黄仁勋 昨天晚上在台大的开讲 全程他是用中英台三声道切换语言的 这当中介绍到辉大的天气预测AI模型的时候 还放了一段听起来是黄仁勋声音的中文影片 不过黄仁勋接着就说了 不要以为这是他说了中文 而且受了非常流利 这其实都是AI生成的声音 我们到这里没拍看 AI教父黄仁勋台大开讲 谈AI科技 中英台三声道切换 从25公里提高到2公里 国瑜讲的标准吗 原来影片中的声音并非黄仁勋本人 而是由AI替他来读稿 但他要介绍这项野心勃勃的计划 就是以AI模拟地球 能够预测未来气候 若利用AI创建全球气候虚拟模型 可以精准预测天气的巨大变化 西向鼠仪能借此观测台风轻台 可以模拟范围突破性地达到2公里 谈话与台湾携手合作 创造全台AI基础建设 黄仁勋抛出数位人类新愿景 在全球掀起一股AI旋风 TVB的新闻最后报道 台北电脑站ComputeX 将来4到7号这段时间登场 Intel的执行长基辛格提早抵达台湾 除了他明天的演说之外 市场盛传他今天晚上 就会找11家的供应链大厂 来共进晚餐 而上个礼拜 被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独肉的人保传出说 这一回是在名单之内了 详细了一线记者菅亚婷 ComputeX将在6月4号到7号举行 科技巨头也会齐聚在台湾 其中Intel的执行长基辛格 也特地挺早搭专机抵台 但是据了解基辛格的个人 形式奉风是非常的低调 只确定4号会亲自现身会场 带来演讲 但是其他的行程都是属于未公开 而现在市场上也盛传 基辛格其实就在今天晚上 也就是6月3号会举行 一场VIP的晚宴 主要会邀请多位重量级的供应链伙伴 而且大多都跟辉达还有超纬的主力 供应链有所雷同 包含鸿海广达 人保营业达 微创合硕 还有微影华硕 宏基 技嘉 以及维新 而日前在股东会上喊话 被辉达独落了人保电脑 这回也成功入列 成功的取回市场地位 还有面子 至于广达 则是会在6月4号的下午 亲自邀请辛金格到展位上来参观 同时也会有副董事长梁刺政 以及云达的总经理杨麒令 负责接待 不过回答 其实在今年的AI人工智慧年度盛会GTC上面 他就已经发表了最新的AI超级晶片GB200 能够运转数照参数规模的语言模型 这就代表着大型的语言模型 将进入照级参数的时代 而这款AI晶片 我们台湾有多家厂商是跟着受惠的 像是鸿海就是挥达最强晶片 GB200的首批合作名单 在股东大会上 董事长刘洋伟现身的时候 还首度曝光了最新的超级AI伺服器 GB200 上面还有黄仁勋的亲笔签名 会答AI人工智慧年度盛会GTC大会 最大亮点就是这款超强AI晶片 208 billion transistors 208 billion transistors and so you can see I can see there's a small line between two dye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wo dyes have abutted like this together in such a way that the two dyes think it's one chip there's 10 terabytes of data between it 10 terabytes per second so that these two sides of the Blackwell chip have no clue which side they're on there's no memory locality issues no cash issues it's just one giant chip 拿着最新的AI超级晶片GB200 是将CPU和GPU组合在一起的超级晶片 含有一颗CPU和两颗B200的GPU 其中以次世代架构Blackwell 打造而成的全新GPUB200 是采台积电4nm制成 内含2080亿个电晶体 根据回答公司公布的数据 效能是H100的2.5倍 也是首度采水冷散热技术 GB200相比前代产品 在能源消耗还有营运成本上 最多可降低25倍 GB200能运转塑造参数规模的语言模型 也代表着大型语言模型 已经进入召集参数时代 The rate at which we're advancing computing is insane 台厂相关供应链也陆续出列 从PC硬板上下游到IC载板 市场点名包括台光电 联帽台波等等都渴望入列 其中鸿海入列回答最强晶片 GB200的首批合作名单 股东大会上 董事长刘洋伟现身 更首度曝光最新超级AI伺服器 GB200 我们预估今年鸿海AI伺服器的营收 可以成长超过四成 那在整体伺服器的营收的占比呢 也会达到四成以上 那么台厂相关受惠的一个供应链 当然除了在这个伺服器的代工厂商 或者是在散热电源供应器 还有在印刷电路板以外 那么更重要的其实是在这个半导体业 在这个先进制程 还有先进封装 在这个部分掌握度最高的 其实就是台积电 根据研调机构预估 回答BlackWare新平台产品需求增加 供应链对GB200 预计2025年出货量有机会突破百万颗 占回答高阶GPU四到五成左右 2024年被视为AIPC元年 未来CPU、GPU、NPU的组合 将成为AIPC的算力基础 但模型基本上没 现在是每三叠五个月就double一次 那你设计科AIPC从开始到结束 到晶片出来最少要一年 甚至一年半到两年都有可能 那所以变成说 你的下一代晶片还没出来之后 你就先把它叠起来 叠起来用意就是 让它的算力增加更大 增加更大之后 它才能跑得动这么大的模型 最新的不管是这几代的晶片 其实它最大的差异就是堆叠 然后散热加了一些水冷 加了一些散热板这样 GPU它其实强的就是它堆叠的更多 然后扩更多 然后散热跟水冷加的更多这样 市场传出 一颗GB200超级晶片 价格可能高达7万美元 相当于台币225万 随着挥达AI晶片不断升级 也渴望带动台场AI供应链 TVB新闻 余星海楼君台北采访不到 再来其他新闻焦点 要带您看到是 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 2号的时候 在新加坡的 香格里拉对话安全论坛上面 发表演说 主要是为下个月 在瑞士举行的和平峰会 要来争取支持 那么泽伦斯基是指控 中国大陆正在协助俄罗斯 施压其他国家 还有领袖 要他们不参加这一场和平峰会 他没有指名道姓的 透露是哪些国家 但是强调说 如果北京政府 是支持莫斯科的话 战争就会拖得更久更长 这对全球都是不利的 泽伦斯基指出 俄罗斯是利用中国大陆 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也利用中国的外交官 尽一切的努力 来破坏和平峰会 更遗憾的是 中国这样一个大国 居然会沦为普钦的工具 泽伦斯基表示 这一点是相当令人遗憾的 眼前炸弹威力惊人 紧邻乌克兰第二大城 哈尔科夫战况最胶着地带 这群士兵派驻前线 敌死防御 没有任何地点是安全地带 因为俄罗斯现在火力全集中 在哈尔科夫附近 连平民区也不放过 住宅大楼深夜遭敌军轰炸 据传是动用S-300地对空导弹 至少四人死亡 还有25人受伤 俄罗斯这时候还夸耀战果 俄罗斯出动匕首极音速飞弹 针对基础设施轰炸 破坏乌克兰电网和能源设备 面对俄军攻势 乌克兰正以外交博取援助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惊喜出现在新加坡 现身湘格里拉国防论坛上 发表演说 泽伦斯基痛批俄罗斯总统普京 要将乌克兰永远消失 在世界地图上 希望让亚洲盟友感受到乌克兰的压力 泽伦斯基除了马拉松市 和各国领袖会面 也不忘找美国盟友要武器 这也是华府允许乌克兰有限度 攻击俄罗斯后 双方首次高层级官员会议 泽伦斯基更邀请各国参加这个月 在瑞士举行的和平峰会 希望能让全球目光再度回到乌克兰身上 TVBS新闻都不到 好 确实现在看到就是各国的防长 都齐聚在新加坡的 相隔离拉安全对话论坛 那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长就呛响 台湾核统前景正被破坏 对此呢 总统府也反击了 他们说武力威胁就暴露了 中国大陆缺乏自信与台湾沟通 而且这并非理性的言论 不会获得国际支持 中国大陆官媒曝光一段28秒画面 发生在5月19日南海的人爱暗杀 菲律宾军方进行空投补济 画面拉近一看 军舰上至少两人持枪在甲板活动 并用枪指向中方海警船 威吓易卫农 就在公布画面的同一天 中国大陆防长董军出席乡聊对话 暗批菲律宾拉美国撑腰 在飞国部署中程飞弹 设成可达中国大陆东南沿海 不止批评美国的民主同盟 更成民进党大岛渐进式台独 对台湾放狠话 对此陆委会回应 中共屡次在国际场合 公然以武力威胁我方 以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 总统府则表示 此举套漏中国缺乏自信 与台湾政府对话 非理性言论 更无法获得国际认同 TV新闻综合报道 大约是一个礼拜之前 中共举行了联合力戒 2024A的演习 这就像是给国军 还有赖政府 一场防卫的临时抽考 不过过程是只有短短两天 而且文宣的力道 更胜于真实的火力 有不少人认为 是解放军虚晃一招 不过前国防大学的战争 学人教官就分析了 演习取了专用代号 这代表着完整的攻台流程 操演已经是 解放军里面模式化的制度 未来五国总统出访 或者像是美国 有高阶的行政官员来台 都有可能让大陆解放军 扩大反应 大兵力围台一周过后 中国大陆解放军的 针对性威吓 仍不曾间断 5月30号 国防部公布了 周遭空域动态 南北两处犄角 显示部分的共击 又迫近台湾 不过和历舰演习期间相比 还算小意思 中共官媒刻意释出影片 宣称看见中央山脉 知情人士研判 很可能由当时 在我国东岸二四海里 压线飞行的共击所拍摄 但海空军 海警 大举对台发兵的最终效果 文宣影响力远胜于火力 其实他这次重点是在 新站 认知作展 在释出相关的影片 不管是他公团的六大神器 或者是等等之类的 做得比较浅显易懂 主要是让没有那些 背景知识的人也都看得懂 开始公布大概就已经知道 他没有宣布说 化设相关来进航 或者是说 禁止船只飞机进来 代表其实他就是不会有实弹 5月23号上午 解放军东部战区 促然宣布演习展开 各式犀利杀气 却都只在影片之内展现火力 事实上4月19号 新城边的信息支援部队 可能已在党的指挥下 在这一局小事身手 相关的装备拉出来 然后我跑一趟前流程的东西 但是我不发生 那这次我们讲的联合立舰 应该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 全军的一个攻台的 一个前流程的一个演变 当演习的名称已经系统化 专家进一步研习 联合立舰2024B或C 差别旨在于规模 或发动时机点 除了两岸关系持续下探 我国政府元首出访 或是国外高阶行政官员来台 都可能被视为碰触红线 火力也并非规模的绝对标准 进一步和前两次围台行动相比 这回正规军演跟战备警巡同步执行 造成的压力更胜于一般灰色地带冲突 通常我们为了避免事态升高 一旦中共的海警的传过来 我们当然不可能用海军去跟他对抗 所以我们必须用海型去试着拦截他 但是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对方分阶段来进行 对我们的兵力而言 其实当然是相对而言 比较有余裕可以去应对的 同时来的时候 我们当然海军 海巡 空军 可能就必须要联合去 就是同一个时间都洒出去 去应对这些威胁 这个对我们来说 当然是兵力调度和人员 包括士气 物资 这些东西的消耗上面 更大的挑战 威胁力道看似持续增高 其实这次演习 中共对于外界反应 还有些顾忌 和2022年 佩洛西访台后的报复行动相比 解放军划设的演习区域 更加接近台湾东岸 却在宜兰的外海流出大空档 用意之一 是完全避开日本专属经济区 也防止美国合理介入 当时日本认为说 它的飞弹试射 有五枚是掉落 日本所划设的经济水域 所以当时日本是有比较明确 强烈的一个像北京的抗议 所以在大的美中关系的架构之下 北京对台祭出这样的军事演训 它会拿捏里面的一个强度 跟所谓的后续的一个作用跟效果 出手维权却要顾虑再三 中共建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根本目的 原因之一是阶段性缓解内部压力 它的开国主义就是我们港的民主义 有办法形成 所以其实你如果说 我对我们这边的一些言译 或者一些文告 如果没有一些回应 那中国大陆内部也会有一些反弹 我觉得它是出口转内销 最主要就是告诉大陆内部说 你看我有台起行动 我有对台湾做施压 然而中共对于两手策略 再熟悉不过 恐怕已经不是拐弯 大走民间交流 问题就能彻底解决 就像是赖清德总统 在就职演说里面 所特别强调的 要用对话取代对抗 要用交流去取代围堵 很大的重点还是取决于 赖清德总统在行政上 你的政策的 未来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你希望有什么样的两岸关系 军事为政治服务 是不变的定理 如果国军的任务 是保家卫国和洞悉敌人 当局者的义务 就是尽可能化危机 违转机 TVB新闻李伟华 叶月甫 看不到 还要来看到是美日韩 三国的国防部长 二号的时候在新加坡会谈 他们强烈反对在印太地区 企图以武力片面 改变现场的述法 并且强调说 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 是至关重要的 画面上您可以看到 这是日本的防卫大臣穆元忍 以及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以及南韩的国防部长 声援提等 他们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 一致同意 基于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三国将进一步将资讯 共享联合演训等 安全保障合作制度化 预计从今年夏天开始 他们针对中国军事的扩张 三国防长一致强调 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 也敦促说两岸应该要和平解决 还要看到是拜登总统 季其再次的公开表态 说必要的时候 会坚定的捍卫台海和平 甚至不惜使用武力 来保护盟友 这一点就引发了关注 全球台湾研究中心的执行长 萧郎奇在接受我们 TVBS独家专访的时候表示 民主党的总统 罕见多次公开支持防卫台湾 这已经凸显出台湾议题 在美国两党政治的重要性 上个月美国总统拜登 出习西点军校毕业典礼 重申捍卫台海和平 还提出如果有必要 愿意以武力保护盟友 虽然台湾不是美国正式邦交国 但这番话显然也剑指中国大陆 看出拜登对台立场 全球台湾研究中心 执行长萧良奇在接受 TVBS国际评论员余文奇专访时表示 虽然在传统上共和党 在支持台湾方面更为高调 并且强烈支持协防台湾 美国前总统小布希就曾表示 会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 但两党在对台议题的态度 日渐相同 只是做法上有所差异 萧良奇强调 尽管共和党在媒体上的表态 相对高调 但这并不代表民主党 对台湾的支持比较少 在台海议题上两党反而能有更多共事 也显现出台湾议题的重要性 而且预估11月美国总统大选后 不论哪一位总统当家 都有望延续目前的走向 我认为是重要的 要看起来的 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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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销量企业表示 目前华府观察台湾情势 通常以四年为一个周期 也影响对台湾内外的全盘理解 因此像全球台湾研究中心 这样专注于台美情势的智库 就能弥补中间的缺口 尤其面对新政府上台 尽管赖清德总统强调将会延续 前总统蔡英文的政策 但仍然会受到许多 复杂的因素影响 TVS国际评论员余文琪也表示 会有这样的状况 显示目前美邦对赖清德的信任度 仍然不够 蔡英文总统上任时 也花了相当长的时间 才获得华府方面的信任 赖清德总统面对台美问题 仍旧需要步步为营 TVS新闻综合报道 好 另外在过去两天 其实北韩对于南韩 发动了新一波空头战 头的是什么呢 是超过700颗的垃圾气球 这个不但是对南韩首尔 有相当大的影响 因为像是在仁川这边 还有高中的校园就发生了 这些气球残骸 甚至连仁川机场的 机场起降航班都受到影响了 북한의 오물풍선이 떨어진 인천의 한 고등학교 뒷편입니다 아직 치우지 못한 잔해들이 남았는데요 플라스틱과 홍금등 비교적 가벼운 쓰레기들이 담겼습니다 戴上手套口罩 全副武装 在仁川一所高中校园后方 清理残骸 北韩空飘垃圾气球 数量超过700颗 或只仁川首尔 这处公园 也受害 一个周末 包括江源道 中北 清北地区 都发现 垃圾气球 就连经厂 북한이 살포한 대남 오물풍선이 인천 국제공항에 떨어져 주말 동안 세 차례 항공기 운항에 차질이 빚어졌던 것으로 확인됐습니다 北韩气球 掉在跑道上 影响飞机 起降作业 北韩空头战 引发南韩不满 计划重启 新占广播 对付北韩 好 不过南韩 还有个问题 跟台湾一样 就是房价非常的高 所以很多人 想要买房 干脆就想说 买一张彩券 看看能不能 买个希望 那最新的数据 就显示了 光是今年第一季 买彩券的家庭比例 就创五年新高 不过南韩的彩券 不只是 中缴 기率低 扣税之后 投奖奖金 大约是台币三千万左右 根本就不足以 去买下首尔黄金地段 平均要价六千万的房子 南韩首尔永登普区 有统计以来 约二十人 中过乐透投奖 因此被称作 彩券风水宝地 平于一大清早 彩券行外 就排满慕名而来的人 朝各个怀抱着 发财梦 万无其掌 民众生活变得越发艰难 南韩最近多了不少 抱着一夜抱负梦想的人 希望能幸运赢得买房资金 光是今年第一季 购买彩券的家庭 共有两百二十一万两千户 占韩国全国家庭总数 两千一百八十五万户的 百分之十点一 打破五年来最高纪录 只是回到现实 尽管财券销量不断增加 奖金的丰厚度 却已辜负一望 物价上涨 但奖金没有变 等于价值相对减少 南韩民众纷纷哀叹 即使中了乐透头奖 拿到三千万台币奖金 要在市区买房仍然困难 因为南韩全国房价 居高不下 尤其首尔黄金地段 公寓平均交易价格 高达台币六千万元 서울 강남과 서초 용산구 등의 아파트 시세가 종전 최고가 수준을 회복한 것으로 나타났습니다 강남구 아파트 평균 가격은 25억 8,135만원으로 정고점을 찍은 2021년에 99% 수준까지 회복했습니다 서초구는 27억 7,147만원으로 房市价格 涨不停 买不起的民众 只好租房 但租房也面临 同样惨况 租金持续上涨 从月租的情况来看 这一间小套房 全白色系 干净整洁 但打开房门 摆了床后 没有太多走动空间 不足时平的首尔江南区 单人房型 平均月租金 一万七千多元台币 更别提 南韩特有租房形式 全租房 也随着房价上升 全租价格 持续攀升 长达一年 而且运气不好 遇到二房东 还有可能 悲剧找上门 全租房和月租的差别 在于 住客无需缴纳房租 只需缴纳给房东 一笔相当于房屋价值 五到八成的高额保证金 居住期间 除了水电费外 无需再支付任何房屋租金 租月到期后 房东还会将保证金 全数退回给租客 那房东图什么 原来是租客给的大笔现金 可以拿去做更多的投资 比起贷款利率高的银行 划算不少 这样的全租房文化 因此在南韩盛行 只是近几年来 随着利率升高 政府打房不少房东 不缴贷款 房子沦为法牌屋 导致租客 没地方可住 又拿不回押金 生活陷入困境 其中已有八名青年 因被剥夺如同全部财产 一样的全租金后 决定走上绝路 南韩政府从2022年开始 先后寄出了多个 防止全租诈骗的对策 但未能提供实质帮助 而受害者们敦促的全租诈骗 特别发也持续卡关 日前更遭南韩总统 尹熙越 已需要更审慎评估 避免公共资金 直接救济私人 损失为由 行使否决权 受害者不满 全租物问题 避免悲剧 在上演 TVB新闻 综合报道 好 就算买了房 这个房子里面 装的是些什么 也是很重要的 越来看到 大陆央视来提报说 大陆的江苏南京 出现二手空调市场 有乱象很多 有商家是拿来清洗 旧空调的化学药剂 里头是含有 世卫禁用的致癌成分的 另外呢 还有这些被翻新的冷气机 生产日期跟能效标章 全部被贴上架标签 炎炎夏日 少不了开冷气降温 但大陆有消费者 从网路二手平台 买回家的冷气机 噪音大 能耗大 冷气效果差 使用时还有刺鼻味 那天刚开机两三分钟 就爆表了 然后满屋就是那种 中心那种粉尘的那个味道 央视记者接获投诉 前往江苏南京 最大的二手家电交易市场 相较于动辄上万新台币的 全新机种 这种二手空调 只要五六千就买得到 老板还向记者推销一种 更便宜的款式 用化学清洁剂 漂白过就像新的一样 业者透露 这种漂白过的机器 其实都使用超过十年 甚至二十年 业者会重新贴上能效标示 和生产日期的甲标签 在卖给下游通路 混淆试听 记者进一步发现 这处二手空调的造假一条街 还有专门从事翻新的店家 但他们使用的厨房剂 含有大量二氧化钛 被世卫组织列为致癌物 另外一种被称为 敌尘的药剂 会对中枢神经系统 产生麻醉作用 甚至导致使用者 抽搐昏迷或慢性中毒 大陆正在积极推动 家电已旧换新 不过回收机制和标准 也必须与时俱进 防范废弃家电违法翻修 伤害环境和消费者权益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带您掌握 东南亚动态 6月是全球的同志骄傲月 曼谷的同志骄傲游行 是在1号下午的时候登场 长达数百公尺 覆盖住道路的彩虹旗 是游行的焦点 而现场气氛非常的热闹 不止曼谷 泰国各地都有城市响应 总理赛塔也现身 记者会立体 还有是泰国总商会 携手了泰国美国商会 美国商会来举办 2024年泰国美国贸易和投资会议 泰国总理赛塔在开幕式上 致辞他强调 对美国投资持开放态度 五个战略产业企业所得税 免税期会再延长三到五年 十年内发生了四起飞机遭遇 严重气流颠簸 迫降泰国的事件 导致机组人员和乘客都受伤 那么交捧部的助理部长 速拉棚重申 紧急情况都准备好应对措施 来确保所有航班的安全 印度下议院的选举 堪称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民主投票 全国合格选民超过9.7亿人 印度候选人可以角逐任何选区的席位 不一定要在自己的户籍地参选 还可以在两个不同选区登记参选 来增加当选的机会 越南一对兄弟有着共同的妻子 原因是越战时众人以为哥哥战死了 妻子和弟弟发展出恋情 没有想到多年之后哥哥生还归来 三个人和睦相处数十年 还生下十个孩子 媳妇还说从来没有看过三个人吵架 以上的讯息是由泰国视线日报提供给您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他昨天晚上到台大开奖的时候 讲AI也讲台湾的夜市 他还在演说中自爆说 自己从小就很爱逛夜市 不止这样还因此被刀划伤 在脸上留了个疤痕 念念不忘通话夜市水果摊 回答执行长黄仁勋 只隔一年站上台大讲台 讲的是AI但却歪楼 自爆四岁半就爱上逛夜市 王永修说这是夜市置物行销 还贵求也没有通话夜市概念股 毕竟这回来台已经到夜市报道 跟阿姨热情互动大力捧场 不止逛夜市都有羞州家人 很有爱就会在台当演讲 妻子也全程陪同 妻子应为傲 台湾人也大赞着演讲内容 是台湾宣传片 台湾是无名的英雄 确实世界的支柱 亲爱的伙伴们 你们是AI产业革新的后盾 皇室魅力男党就联演讲结束 散场时也被民众团团围住 寸步难行 一路签名到离场朝清明 最后还被民众拍到 黄仁勋结束后到百元热炒店吃饭 拍照签名一样来者不拒 但现在却也被肉搜 班马身份证字号在却上发文 说黄仁勋跟父亲的户籍 都是在台北市 是A开头不算是台南出生 网友回应自母市报户口的地方 提问到底有多气 黄仁勋是台南人 也有不少人是支持 回答提告 毕竟皇室魅力大 AI就附成了最热人物 但还是得拿捏好分寸 避免触发 电视新闻中的报道 好 其他话题要关注到 在花莲强证过后 统计花莲的受债户将近2000户 灾民被迫依倾住旅宿或是租屋 那县府的出地 持继基金来出资 现在两方要一起合作 新建中继永久屋 强证过后很多民众 无家可归 甚至被贴上红黄单 统计有16栋建物 倒塌拆除 将近2000户受影响 但重建这段时间又该住在哪 成了一项大问题 因此规划了安居计划 房屋以白色为主体 还有停车场 社区中心 休戚区等等 生活机能好 交通便利 规划相当完善 县府与慈济共同盖中继屋 但会以永久屋规格兴建 提高耐震能力 一年左右 永久屋就会开放入住 这也让失去家园的灾民 能放下心中焦虑 由县府出地 慈济协助出资盖房 灾民最多可以住三年 之后会转型设宅 因为租金补贴它有一个期限 那我们的房子 其实在重建的过程中 一定会超过那个两年的期限 目前中继屋它提供的条件是说 只要我们有需求 会给我们住到房子盖好的位置 灾户总共1949户 目前已安置1189人 有意愿住中继屋312户 收宅户它可以申请短期安置 以及租屋补贴 那短期安置是在三个月内 能够向我们合格的旅宿业者 来做申请 后续有申请中继屋 就可以直接入住 或者继续使用租屋补贴 而中继屋选在黄金地段 位于新义国小旁 面积大约1031平 将新建五层楼集合式住宅 可容纳352人 出估新建经费约4亿元 预计一年完工 就硬体来讲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坚固的永久屋 那只是说它的使用目的是 帮助一些需要短期安置的一些乡亲 正后至今不断考量 大家需求做改善规划 民众最大的烦恼终于又下落 灾民只盼尽快步入正轨 TBS新闻高中研 盛番花莲采访报道 马路上居然变成像喷泉一样 这样画面就出现在 美国乔治亚州的首府亚特兰大市 因为市区两条主要水管都破裂了 结果不仅出现超大喷泉 还导致上万市民停水超过两天 现在因为缺水进入了晋级状态 美国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市中心 出现大型路上喷泉 高度几乎达到旁边店家的遮雨棚 周围地面也已经开始淹水 亚特兰大市乔治亚州的最大城市 因为两条主要水管破裂 数以万计的居民停水超过24小时 日常生活几乎瘫痪 超市货架瓶装水被抢购一空 因为民众担心自来水水值 恐怕已经受到影响 受影响的范围还包括市中心的饭店 餐厅 旅游景点与政府办公室 连医院也不得不转移病患 有于事发在周末民众的休闲活动也都泡汤 当地政府表示其中一处水管破裂已经在周六收复 第二处破裂也在停水两天后在周日抢收完成 TV新闻综合报道 南韩首尔最近有几件公共装置艺术引发很多人讨论 像是原本为了纪念电影《骇人怪物》的装置 就设置在汉江公园 这怪物造型很多人看了说怕怕的 现在有可能要被拆除了 首尔汉江公园这个庞大的怪物造型雕塑 是为了纪念南韩影帝宋康号主演的电影《骇人怪物》 以此作为号召旅游的打卡点 原本是将市民轻松观看的公共美术品 却出现令人害怕的评语 所有市公共美术委员会近期决定 拆除或是另做他用 现在 서울市가管理하는汉江公园에는 이 괴물 조형물을 포함해 총46개의公共美术 작품이 있습니다 市는 이들 작품 전반에 대해 철거 여부를 살펴보고 있습니다 经常来往汉江公园的市民 对于这些怪物雕塑很熟悉 有人认为拆除很可惜 也有人认为当初应该多花点钱 做出高品質的艺术品 怪物造型雕塑花了1億8千万韩元左右 公币换算约420万台币 这样真的值得吗 让人感到浪费的还有中心北道 这个巨型铁锅雕塑 高2.2公尺 长17.8公尺 2005年赤字5亿韩元 约1500万台币打造 原本为了申请金石世界记录 没想到摆了乌龙 因为澳洲有一个更巨大的平底锅雕塑 让南韩金石记录梦碎 类似情形也发生在广州 2005年 제1位 광주 디자인 비엔날레게츠 당시 후원을 받아서 광주 시청 앞 광장에 설치한 알렉산드로 맨디니의 기원이라는 작품입니다 높이가 16m가 넘고 직경이 18m에 달하는데요 광주시는 2008년부터 여러 차례 존치 여부를 고심해 왔습니다 意大利设计教父 亚利山德罗·蒙迪琳的作品 当时的设计理念 是作为 광주市政府的地标 按照不同季节更换布料 然而换一次布料 就要花费2000万韩元 相当于47万台币 布料在风雨中 随时都有撕裂危险 光州市考虑过搬迁和拆除 但没有得到设计师 遗族的同意而告锤 专家认为 制作公共雕塑 耗费巨额公帑 事前应该要充分 听取意见和调查 当然还是有值得推崇的公共艺术品 美国艺术家 布罗夫斯基的系列动力学雕塑 打铁匠 最大的一座 甚至在首尔光化门 日夜敲打锤子 激起人们对工作的思考 是首尔相当重要的地标 遭到批评的部分公共美术品 在招标过程就不够公开透明 专家建议 为了提高公共美术品的水准 应该透过公开招募 改善投标方式 增加个人艺术家的参与 避免企业垄断 公共艺术品要符合大众口味 也要展现艺术价值 需要多方评估 才不会沦为巨型垃圾 T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最近南韩的演艺圈 是流行偶像给粉丝送礼物 不只有韩潭New Jeans 会送歌迷 精品香水和墨镜 现在房贷少年团的Jeans 也宣布他在推伍后参加庆典 会报报粉丝 阿民们期盼的这一天 终于到来 BTS方诞少年团 大哥Jean即将退伍 退伍隔天刚好是BTS出道纪念日 Jean就宣布自己会参加庆典 透过抽选总共4000名粉丝 一起同欢 歌迷们苦等均白起结束 当然Jean也献上大礼 居然有拥抱环节 活动时长三个小时 让歌迷又惊又喜 不只拍手还可以拥抱 在韩心中真的少见 歌迷之呼太重粉 而说到重粉 韩潭New Jeans也不遑多让 2号参加音乐节目的演唱会 台下粉丝奋力应援 女孩们也准备给BTS的逆应援 精品香水加上小卡钥匙圈饼干 统统送给来看的粉丝 上个礼拜甚至送了精品墨镜 一人一份 还有GIDOL中国籍成员宋雨琪 也曾在solo活动中 送给粉丝火锅店 一个人10万韩元 大概2300块台币的储值卡 就是要粉丝好好吃饭 韩团逆应援文化 让歌迷们也感受到偶像的 真心和爱 TV的新闻女人 专闻综合报道